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第461章日记 红孩咧嘴一笑 从背后拿出了一个粉红色的笔记本的 上面写着呢 咚 方正抬手就是一个暴力 甩在了红孩的头上 训斥道 你怎么可以偷看别人的日记呢 你这不是侵犯别人的隐私吗 你知道吗 师傅 我就是好奇嘛 红孩捂着头 装作很疼的样子 他很清楚 给足了方正面子 自己就能少受点罪 方正抬手又是一个暴力过去 好奇也不能看别人的东西 哎呀 那咋办呀 我看都看了 你忘不到吧 红孩一脸无辜的道 不过大眼睛里却是 你能耐我何呀 方正也是无奈 看都看了还能咋样啊 登门道歉呗 总不能藏着掖着吧 这可不是方正的性格 师傅 你要是道歉 也不用着急现在吧 红孩太了解方正了 赶紧道 方正为言 眉头皱起 看看远处时不时咳嗽一下的叮咛 再看看地上摆着的木头 再看看红孩的日记 眉头一挑道 跟我说说 你都知道些什么 红孩摇头 我说就没意思了 师傅 你自己看吧 让你说你就说 不说 你想知道你就自己看 你这是托师傅下水呀 哎 我这可是帮你度人 师傅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任务目标 很可能就是叮咛 总之 你看完日记再说 方正狐疑地看着红孩道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没说呀 你看吧 看了之后你就明白了 红孩摇头晃脑地说道 方正也好奇了 拿起了日记本 看了起来 而红孩则是跑去丁宁那边了 同时对方正道 哎 我帮你拖着点叮咛啊 你快着点看 方正苦笑了一声 没想到 他也有当贼的一天 虽然小时候经常当 包括都是自己家的 那能叫偷吗 翻开日记 第一页 日期已经是十年前了 隔壁搬来了一个小哥哥 笑起来很好看 不过他似乎并不喜欢和小宁玩 想起小宁是一个假小子 可是小宁很想和他玩 他会划汉兵玩得好好呢 小哥哥竟然和我在同一所学校 我们认识了 他叫王伦 很有意思的名字 说三了 眼看着高考了 我的学习成绩真的是一塌糊涂 王伦这家伙怎么就学习那么好呢 好吧 压上这个劳动努力 每天给我补课 这家伙干嘛总是一副嫌弃我的样子看着我 不就是给我补课吗 可是他的衣服可是我洗的 哼 他妈妈又不在边上 他爸爸是个蓝蛋 自己的衣服都是一朝一洗 哎呀嗨 我这一头短发 招式惹谁了 本姑娘这不叫懒 这叫喜欢清爽 潇洒生活 这叫自由的向往 怎么到王伦的眼里 就成了懒虫的标志了呢 不就是每天让他来叫我起床吗 站在楼下喊两次的样子咋了 我就是给他锻炼锻炼肺活量好吗 今天下雨了 王伦竟然没有喊我起床 真是奇怪 哦 原来是他病了 这可怎么办呢 他要不要吃药啊 吃什么药啊 你要不要去医院呢 我怎么这么担心他 对了 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嘛 心疼一下应该的 好吧 今天开始我帮他买药 喂药 看医生 还有洗衣服做饭 我的命好苦啊 这家伙又终于胡梦乱跳了 又开始滑汗冰了 不过本姑娘可不是当年的小菜鸟了 我比他玩得好 可惜啊 又被人嘲笑是假小子 假小子怎么了 无了意 今天是初中毕业了 今天我要热烈的庆祝一下 谁能告诉我 昨天我到底怎么回的家 为啥我啥也不记得了 真是悲催 还有老娘的外套是谁给洗的呀 我爸那个懒蛋绝对不会洗 我妈不是去小姨家了吗 真是奇怪 难道闹鬼了 啊 竟然是王伦那家伙 天哪 这个傻乎乎的傻蛋 竟然还会照顾人 真是活见鬼了 我一定是没睡醒 继续睡 哦 睡醒了 果然不是梦 心里暖暖的 原来 这就是被人照顾的感觉呀 哦 今天赶架了 完了那个笨蛋 我被人骂了两句咋了 我都没生气 你跟着瞎吼什么呀 谁是你妹妹呀 我才不要当你妹妹呢 笨蛋 鼻青脸肿的 回家还得我帮你圆黄 结果一张嘴 说撞门上了 然后我陪着她因为撒谎而挨揍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哼 干大王伦 这事我跟你没完 准备家伙 明天干它们 哼 本姑娘这么柔弱 但是显然不适合正面出手 哇哈哈 迎面一门棍 背后一板砖 果然是打架的神迹 完美的配合 死胖子苗塘 顺带着 拿光了她所有的零花钱 嗯 爽歪歪 晚上加餐 悲剧了 东窗事发了 我们两个被罚站了一天 感觉腿肿得跟着萝卜头似的 明明是我们被欺负了 抱不回来 怎么到老师那儿 成了我拐带优秀人学生打架了呢 我怎么这么冤呢 我比豆鹅都圆呢 高二了 竟然要分文理班 王伦那个混蛋呢 居然抱了李克 我该抱什么呢 数理化好难啊 好吧 争白纸决定命运 果然上帝要惩罚我 每一次都是白纸那一面朝上 我就勉为其难的 抱个李克吧 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A4纸两面都是白色的 坑 今天过生日 王伦这个笨蛋居然给我买了一个钟 一口钟 这混蛋在我生日的时候 送我一口钟 我要杀了他 哎呀呀呀呀 我要画个圈圈足足的一晚上失眠 王伦过生日 我也送他一口钟 不过这笨蛋貌似 不明白送钟是什么意思 果然呐 天才和笨蛋缺乏共同语言 高三了 我得努力了 否则别想上好大学了 嗯 努力吧 先试试看 万一成功了呢 哎呀 我真是个天才 第一次月考 全班第五 从第十五冲到了第五 哦不 我的上帝啊 哦妈妈咪啊 爱因斯坦附体了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报志愿 果然是十分困难的选择 王伦报的是和工大 我报什么呢 嗯 第一志愿者啊 第二志愿者啊 第三志愿者啊 怎么这么多志愿者呀 想多了很伤脑子 万一损失了太多脑细胞 考不好怎么办 算了 都选和工大吧 本集播讲完毕